成為私人管家 現在也成了非常夯的一個課程 來看到教育部和聖約翰科技大學合作 他們是專門針對無薪假 還有失業族開放這樣免費的私人管家的課程 還邀請曾經為斯里蘭卡總統服務過的私人管家 來這邊上課 從一態到十五 完全是由教育部來支出費用 而這個因為大陸客不斷地來台 現在台灣的觀光市場 和私人管家的需求也很看好 年薪超過60萬元 很多人都來這邊上課 教育部首次開放讓無薪假和被裁員的民眾 免費學習私人管家課程 而第一班的學員年齡從20到50歲都有 其中中年被裁員的學員最低調 專心寫筆記 下課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人 謝謝 你早說幾句就好了 謝謝 可以嗎 謝謝 我們那時候衝得很兇 加班配合老闆配得很兇 結果他說不要就不要啦 你怎麼辦法 那你說現在年輕人可能有知道 他想說啊 我零個突然獨高一點 我再去工作也說不定 有些是這樣子啊 那我們是沒責啦 那你現在回頭想到來不及啊 那你只要充電嘛 三年前還是平保工程師的黃先生 現在只能靠兼職過活 更年輕的失業族看在他眼裡 真的好可惜 因為現在的他根本沒有本錢跟時間揮霍 透過這一次的管家的訓練 我早上也跟學員講 我說你們要認真的學 在這裡面你學得很好的話 我們會推薦給飯店或大樓 大樓管理區 那麼裡面就多了一個工作的機會 所以原來上你身體一定是體質的 筆質的 是要筆質的 男女都一樣 尤其女兒只有容易脫背 問你都不要有 不是 他的手勢就是很正確的 就是很正確的 服務業跟手勢 很喜歡做這個動作 謝謝 台灣私人管家服務還不成熟 但包括住宅跟飯店陸續都會有更多的需求 年薪60萬是不是夢 事業組成教育部提供的免費資源 趕緊進修 只期待早日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週一新聞 郭王樹楊一家 台北報導